今天是十一月八日星期一 今日教會禮業讀經是智慧篇第一章一至七節 主題就是講出智慧是愛人的神 而上主的神充滿了世界 包羅萬象通曉一切的言語 這裏我感覺這納著所提出的 就是在萬事萬物之中找到天主是幾相似 神就是在萬事萬物之中 我們如何體會神這份智慧 尤其是體會神這份智慧和愛在自己身上 有種種的痕跡從而發現主 福音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一至六節 耶穌說了關於寬恕 很重要的主題就是 如果你的弟兄一天七日七次得罪了你 而他又七次轉向你說他後悔 你都要寬恕他 所以這裏是福音帶出這個寬恕的重要 不過今天的讀經 讓我感覺深刻的 就是在福音一句說話 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 我就被這三個字吸引我的 耶穌親自說的 在教會之中 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 這些事是會發生的 而且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引人跌倒的事是甚麼呢 引人跌倒的事是甚麼呢 引人跌倒的事其實都是很… 引人犯罪 你不覺意之間 或者有意識 或者沒有意識之間 是讓人跌倒的 而這件事呢 耶穌也是… 覺得… 在團體之中 一定要避免 而且這個是要非常小心 正正因為… 我感受到… 如果… 如果自己跌倒就會容易知道 自己犯了錯 自己做了錯事 你多數內心都會有一種問 良心都會察覺自己錯了 不過引人跌倒就… 就未必容易察覺到 但是耶穌又說… 是免不了的 所以這個是特別留心的 這個不是正正好像… 知耶穌在當時的年代 看到那些法理財人的經思就是這樣 即是他自己覺得自己很對 不過他自己不覺得自己虛偽 而且他自己叫人去守規條 守戒律 不過自己就做不到 他自己以為很近天主 他是天主的代言人 而且保管著信仰的那種保護 是教授給別人 所以他覺得自己一定是對的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容易跌倒的陷阱 耶穌說的免不了 所以… 我覺得這幾句說話很重要 就是看回我們自己在教會裡面 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 就是在教會裡面 尤其是領導的人 帶領團體的人 甚至乎我們平信徒都容易 我們對周邊的人 我們事上很多應該 應該要守些什麼規矩 應該要做些什麼禮儀 就是很多規條的主義 他說這件事的背後 可能… 只是說應該和規條 不過他… 好像缺乏了… 上主的神那份愛 那份智慧 是… 或者我們… 覺得自己很適合 堅持自己… 說的東西才是真理 人家要跟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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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有一種自我中心 就是… 那份驕傲… 當然很少人認是自我中心的 不過… 就是… 那份驕傲… 那份… 未能夠有謙信 其實很容易… 就在這些日常的… 就是… 言行之中會透露出來 這些是不知不覺的 所以… 我相信耶穌就說 這些是免什麼了就是這樣 因為… 這正正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含入的誘惑 好像教會的壞榜樣 人家看到 你本來是愛的見證 但是… 看到相反的東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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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家以為 這是一個不是愛的團體 那就是… 一些… 就是讓人跌倒的事 所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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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在教會上經常都發生 就是… 就是看到現在教會 很多… 很多凡的過錯… 就是… 就是… 一些… 甚至於… 一種… 尤其是… 一種…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迴犯的錯誤, 很多時候我們借天主的說話去操控他人 不知道反映了什麼狀況, 不過我們很容易借天主的說話去規遠人好, 去操控別人好 這個我們都不自覺, 不意識之中, 如果做了這件事, 我覺得這可能是引人跌倒的事 所以耶穌提出這件事很小心 除此之外, 耶穌在《路加福音》這一節都提出其他兩個很重要的訊息 如果發現一些事, 我們要有一種勇氣去糾正和寬恕 這兩個都很難做, 要去糾正別人 如何在教會之中去糾正其他的弟兄, 而又不讓他覺得難堪 而又是很適當地讓他可以發現自己的過錯, 讓他可以悔改 而他悔改的時間, 你又有一種勇氣可以去寬恕他 所以耶穌帶出這份糾正 糾正就是我們用一種很適當的方式去規遠他, 規遠弟兄 以及寬恕他, 需要很多愛德和信德的力量 這裏是需要天主很大的恩典 說到這裏, 我覺得其實我們要做到自己不要跌倒 而且同時要有力量去糾正和寬恕其他人 就一定要其身要靜, 其身不靜的人很容易真的讓別人跌倒 我們要做到其身, 正確的話就一定要祈禱 每天我們都要祈禱靠近天主, 同時要辨別 在這個團體, 在這個時間, 在這個空間 我們辨別一下我們周圍的人, 周圍的事 這是否天主的旨意呢? 這裏有沒有天主的慈悲呢? 上主的事是怎樣呢? 這裏都可以幫我們去判別一些是非黑白的事 判別一些哪些是真是跟隨上主 哪些是引誘我們離開主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都本身離開了主 我們都免不了做的事是人人跌倒 所以到最後就是我們要 事常祈禱, 求主的恩寵 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都能夠 事常有一份智慧去明辨是非 有一份智慧去動色周圍所發生的人 事物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相信今天的祈禱 我相信就是求主幫我們 有這份智慧篇 有這份智慧 讓我們去看透周圍的事物 讓我們能夠親近天主 有這份信德和愛德的勇氣 讓我們自己首先不要跌倒 首先不要有這種虛偽的主意 規調的主意 而且有這份愛德 有這份勇氣 能夠去規勸 去糾正其他人的犯的一些錯誤 或者一些偏離了主道路的行為 而且有一份力量去寬恕他們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主有各位